白色轿车呼啸而过 后方紧跟着一辆 闪着警示灯的巡逻车 因为小轿车驾驶 开车摇摇晃晃 远景鸣敌市井 车主不停车 加速逃逸 警方追了两公里 就在这个转弯处 他们两个车距离又蛮远 警车失控撞上了路数 车头几乎全烂 车内安全气囊都爆开了 而且满布血迹 当时车上有驾驶警员 涂玉修左大腿骨折 副驾驶座女警陈明慧 炉内出血当场昏迷 揪车紧急将远警 送往医院急救 但是女警伤势过重 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情况并不乐观 女警的姐姐在脸书上po文 说妹妹是名女警 在执行酒驾勤务 发生了车祸 脑部有血块 情况不乐观 希望大家帮忙及气 还po上妹妹 戴着戒指的照片 希望女警能够挺过难关 受伤的两名警察都相当年轻 男警去年10月到职 女警今年1月上线执行 脸书上还po上了婚纱照 家人相当不舍 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而酒驾的轿车驾驶 就测值0.40 喝了酒还开车 警方拦检不停 造成两警撞车受重伤 其中一人还在跟四身拔河 记者林中正 黄家伟 邵紫阳 S小组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